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認為 中央落實一國兩制時 民主化只是次要的目標 維護國家安全才是最重要 所以不會容許香港普選威脅國家安全 特首普選辦法需要確保外國者治港 從而避免香港成為威脅國家安全顛覆基定 或成為國家的麻煩制度 梁雪茄說 如果提名委員會要體現機構提名和集體意志 過半數的提名門檻是合乎邏輯 他認為中央早已下決定 難以說服中央改變主義